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上来的一种心态 说不上来的一种心境 就坐在摄像机旁边 自个儿就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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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触 2019应该讲到下星期一 下星期二就到了 对头算 应该讲2018过去的太快 也太快的令人 就像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一直就是星期五 一直就是星期五 也就说不上来 为什么也说 大家因为事情发生的比较 就是前感后凑的这么 脚跟脚 脚跟脚 所以大家就这么一直追着 就这么走 对头算起来 在2018年1月份 我现在想不出来 有什么太 我就记不得 已经记不得太多什么 很冲撞 很激动人心的 他两次19届的全会都在1月份开了 应该是在1月份开的 2月份开了第三次 3月份就 他往前凑 也凑成这样 所以当时就听着他开会 中央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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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全会 开全会 当时讨论的就是修宪啊这些 会不会修宪 现在看起来就是 就很有趣的 就是他 习近平为了达到自己目的 是紧锣密鼓 十九大 很显然十九大 他做出了相当的让步 相当的让步 当他的思想进入十九大之后 他基本就成功了 而在这前后最大的让步的故事 发生在王岐山身上 王岐山在十九大前 2017年 吊码拔得太高 拔得非常高 夸一下 什么都没有 走了 就是他把价码给摇起来了 对吧 摇起来 然后他什么都不是了 那你大家讨价还价 跟买房子一样啊 所以在这个讨价还价 当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完全就顺应着裸退的时候 他就要了个好价钱 所以他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是让这个习近平思想进入党章 进入党章之后 当他的思想成为党的灵魂的时候 他就党没有灵魂 他的思想是灵魂 他就OK了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析 基本也就这么讲 所以他集中权力是把自己放在党之上 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讲了 把自己放在党之上 然后呢 他转向国家体系转型 那唯一没有 没有被人们意识到 或者说 没有人们 没有人们给人们弄弄一个弄出了意外的 就是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之后 对不起 在这个三月份之后 当权力完全掌握之后 他完全又回归到党的体系 这一点上 对太多人来讲 就基本上就是没想到 这个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场面 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场面 但我们现在回头看到2019年 2019年初 2018年底的时候 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他的做法 他的客观结果就是 把共产党最纯纯净净的 他自己说的 把共产党最纯纯净净的生命本质 摆在了中共 摆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 他通过跟世界 他通过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 引发出跟整个世界正常人类的价值观的 价值理念上的冲突 这个冲突 包括他现在展现出来的人质外交 这个冲突让正常社会中的人 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 基本都破灭了 所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共识 大家都反共 那对内呢 反腐触及到所有的这个阶级层 所有的利益层面 所有的利益层面是指那些获得利益的人 在中共体制之下获得利益的人 那些人都不买他的账 所以等到了二月份 比较突出的就是把吴小晖弄了 把吴小晖弄完了之后 七天之后啊 大概是七天之后 结果这个这个陈小鲁死 这是典型的两种 陈小鲁是跟他一样的 而吴小晖却是民营企业家 攀上权贵家族的血脉 这是很典型很典型的 所以吴小晖的位置呢 高过马云 刘强东高过这些人 他原本的身份是类似的 但他跟官结合了 所以这两个人的死 出事情和死 那去硬撑着习近平跟整个势力 就是跟整个这个这个 中共现行体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中间势力 把握着这个政权的核心部分的 这样的人 全都犯车了 那另外呢 那马云他们这一拨人 是他收开始这个 以威胁的方式 开始因为需要钱 在威胁着他们 那正常的 当这一部分受到威胁的时候 下面赚钱的人 中层什么狙击往下的 那买卖一年能做个几千万的 这些人在贸易战当中 基本都是受害者 这些人 一年有个几千万的流水啊 几千上亿的左右的这种流动啊 乃至到几百万的 凡是要养张的 真正养张的市场存活的人 在贸易战中 是受到伤害啊 而他这个时候又全面的转向 共产党的纯净化 那给过去改革四十年来 升展出了两代人 根本没有见过 就是那76年 79年 78年出生的到现在四十岁 他没见过纯共产党什么样 就是说 不是叫纯共产党 这话很难说 就是拨掉了邓小平改革外衣的共产党 习近平的改革 拨掉了邓小平的 共产党的改革 拨掉了邓小平的改革的全部 展露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真谛 真实 连裤头都没有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就跟这个社会的中流 三十岁到四十岁 乃至四十五岁 跟这批人就对立了 这批人是在 他不知道文革是什么 他不知道文革是什么 他对8964呢 有 但是呢 他是很 他上 你说让他上升到生命的角度来讲 有欠缺 就是刘强东这波人 或者比刘强东再年轻一点 所以你看到刘强东的说法 说首先 我没 我没 我没违法 事情 他得以逃脱之后 他先声明没违法 我的总结就是一块烂肉 这块烂肉就展现出来 他太太离不离婚 他离不离婚 我觉得都不重要 我个人觉得都不重要 重要是他自己展现出这块烂肉来 那也就他太 那也就表现出 而偏偏这批人是社会的成功者 所以这批人他没有见过文革是什么 他只有一种利益上的一种需求 利益上的争取的时候 那大家看到 我以为你会看到一种相对比较残酷的 就是相对不能接受的 你也不知道如何应对的 现在的习近平的方式 那现在习近平的方式 所以这是在不同的 而社会底层今天冲击就比较大 社会底层就不管了 说那翻车 翻了一车鸡蛋 我上去抢鸡蛋 翻了一车猪 我上去抢猪 对吧 说全国闹猪瘟 其实大家不在乎 闹不到猪瘟 猪死了 猪死了 咔咔 我就给你做成肠子 对不对 这个猪皮我给你熬成猪皮动 猪皮动 牛脸 根本我不去考虑那么多 这是猪肉 我给你做了 肠子 我给你溜肥肠了 刘肥肠咱不吃 咱不吃 他说为什么 没为什么 这有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问 为什么 这是一个今天的环境 所以我自己的说法 就是习近平成功的 确实把中共最纯净的生命 本来的那部分 被剥离了 剥离掉邓小平改革的外衣之后的 中国共产党实质 展现给每一个人 那对等的呢 现实状况就出现了一种相当对立 在12月25号26号 他再次召开了中共政治局的生活会 中共政治局的生活会 这几年从2015 16 17 这是第四次 政治局的生活会 基本上是整人的 整政治局的人 整政治局的人 这一次呢 依然如此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法广的一篇文章 连续召开高层连续开了三天会 他说是非东寻常 习近平疑心很重 谈不上寻常不寻常 他开生活会呢 从2015年就开始了 关键是他说什么 我觉得关键是他说什么 在生活会中呢 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自我批评 当习近平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提到自我批评的时候 他开始整政治局成员 类似的做法 大概在2015年 2014年是2015年 他到河北省干过这个 周本顺当时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这个张 那叫张什么呀 张月啊 叫张什么 当时是河北省的政法委书记 2013 2014应该是 夏天 他干了两天是干了三天 我们当时跟大家说 我说这虾米了 要整死河北省 让河北省的省班子 就是他的这个核心的班子 面对面接批 这个是一样的 面对面接批的话 那就要整他 因为以批评和自我批评 你不敢不自我批评 对不对 中共的体制是这样 所以我没毛病 我也得给自己找出毛病 当你自己一给自己找出毛病的时候 习近平说了 你说的 啊 你自个承认吧 我明天打死你 你也不能输嘴 啊 我明天打死你 也是你说的 这就是中共的自我批评 这是真正是毛泽东的一套 所以他认为 应该是中共最上层出现了分歧 巨大的分歧和紧张 足以促成习近平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召开生活会来打击中共政治局政治局常委这一层面 你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习近平以独裁体制的方式呢 他已经高于中共共产党本身了 他把党踩在脚下了 这时候他开始分裂党中央 啊 他在摧毁党中央 也可以这么讲 呃 你也可以说是 内部的任何对他不同的意见呢 呃 将遭到他的虐杀 但 王岐山应该不在其中 2015年恢复党内生活会是一种政治风向标 呃 这一次不一不一样 重大特点 一面自我批评 一面集体表忠 那如果自我批评和集体表忠 摧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呃这是非常显然的 因为所有人在自我批评中 他习近平自己进行自我批评 没有吧 他习近平即使进行自我批评 他会把他作为高于党的一切 来表现出来 而这个肩价结构 中共党的肩价结构 已经不能把他如何了 党内整人的时代是自我批评 没错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 大家听着是乐的 但这招狠狠 说每个人都检讨自己的毛病 一共他有25个政治局 政治局委员 每个人都说了 说完之后 旁边小本都给你寄下来 想要你那天是干嘛干嘛 胡锦涛 胡耀邦当年就这么整死的 啊 胡耀邦在 八九年 当时是这样的政治生活会 我忘了是谁向他展开攻击 然后他自我批评 他自我批评一把吧 自我一批评他就全下来 胡耀邦就是这么弄下来 八八年是八七年 八七年应该是 就是这么整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是很很凶的 自我批评是中共党内最高层 进行残户搏杀时 在权力的一方 就是比如像习近平和当年的邓小平 在作有主动的一方 以这样党内进化的概念 去打击他的政治敌手 而这是习近平真正在政治局 开始整人打击政治局 跟他可以抗衡的所有政治敌手的标志 我想起来这个 今年的神韵在 今年的神韵在节目结束的最后一场 我看到的场面是这样 应该是有江泽民的形象上台 带着警察 那是台面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然后呢突然天骤变 那地开口 天火烧出来 地狱打开 就是地狱之火 江泽民跟警察被地狱之火给吞掉了 那水呢 场面 背景场面应该是上海 起来的海啸 要把上海淹掉 而海啸的背后呢 背景呢 出现的是马克思 所以他 我能 马克思和共产党的标志 镰刀斧头 给我的体会呢 这是一种 共产党整个体制 以魔鬼的方式要害掉所有的人 那 那创始主佛下士 下士 下到人间 把水退掉 这是最后一幕的场面 所以 你这里看到的是 在我眼睛里 你现在看到是 习近平向党的核心力量 最高层下手 党组织领导者 借着批评自我批评相互监督 特别是自我批评往往是检查党员 自己是不是犯错误 坦白承认的招数 结果你一坦白 你就死定了 他要打死你 都是你自己坦白的 所以变成人人自卑 最著名的一次就是 让胡耀邦倒台的政治政变 当时是元老们召开民主生活会 而胡耀邦自我批评 是 所以这个 习近平呢 不让他们有机会 给他开生活会 他给他们开生活会 现在奇怪的是 习近平本人评价很高 说开得很好 增加了团结 那如果开得很好 和增加了团结的话 我以为是习近平抓到了 政治局委员们 在自我批评中的把柄 增加了团结 你们都交代了 你们都不敢跟我递格 这个 你要知道 大家明白 习近平站在党制上的 叫说 习近平评价超乎以往 说战略 称 习近平叫战略判断 高瞻远瞩 他说这句话比较奇怪 他说这句话比较奇怪 因为在党内盛行的是 习近平的误判 那从而误判的结果造成了 习近平的妥协跟承诺 说难道这个结果叫 九十天大线叫战略判断 高瞻远瞩 要想逃掉的话 其实 我还是说那句话 习近平的客观状况 把共产党 以裸体的方式夹在了他跟川普之间 以贸易战的手段 其实一边是习近平 一边是川普 两个具体的人把共产党夹在中间 川普反对的打击的一切 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品质 还有人不接受随你辩 随你辩 我觉得就是那话随你辩 他是这么夹在其中的 他说难道这东西叫高瞻远瞩吗 他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是叫高瞻远瞩 习近平的政治领导贤熟 那你可以了 政治领导贤熟 那你现在弄不了他 就是贤熟了 谁都弄不了他 他的敌对派弄不了他 九十天背景下开党的民主生活会 内部的分歧紧张 需要自我批评 需要送胜 以向党内精神团结 不是 政治局成员进行自我批评之后 他 失去了 在这个政治局环境中 挑战习近平的机会 和他的资格 失去了挑战习近平的资格 如果 二十五个人 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加起来 二十五个人 二十四个都进行了自我批评 那对习近平而言就是精诚团结的 就是坦诚的 就是开的很好的 但这是一种全数 这是正 中共政治体制中生活中 高级的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全数 一种直接了当的 但切实管用 在政治生活中 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一种过程 所以 他说 语调逼调 有紧迫感 比如要求全党敢想敢干 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 全死人的 他说这种奋斗姿势大概指着内部形式 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 这个他讲的太太 他为他在内心中有他设定的东西 才有这种说法 无论人心还是党内对习近平控制能力的怀疑的情绪越来越大 外部形式呢 贸易战说穿了就是美国咄咄逼人 那中 3月2号是一场恶战 全国恰逢经济寒冬 怎么会 这种恶战弄不好会动摇中共政权 对 所以这个文 这个人这个文章 跟我们上次文章讲 他如果真正的最后迫使中共政权崩溃的话 这是不是就是奋斗的字 这些是对的 对习近平的怀疑情绪越来越大 是保党的 一切都是按照党为党不死的基础下说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本质上的差别 法新社 说中共高层的紧张状态 才出现高层如此的自我评价 自我批评 显示内部的紧张 是 这个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既有外部的压力 也有习近平跟他们之间的压力 也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压力 所以当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事 政治局本来在习近平大权独揽后作用削弱了 但开战以来 他受到党内的挑战 继续把政治局统一起来 要求全党牢记四个意识 那就没错了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政治局被他干定了 打权独揽之后 政治局的人在反击他的原因就是反击他的 他的政策 而他的政策呢 是把中共政权置于崩溃之境地 所以政治局的人就要反扑 然后他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 要求每个人检讨 自我批评 你们批评完了 妈小样你们挑我是不是 我记得整死你 非常老跑 这没什么可解释 什么理论 这理论瞎掰 都是手段 大家听懂了 政治局被他削弱了 结果在贸易战中他们开始递格 递格 那你说包括不包括李克强的那个 在新加坡的两次讲话呢 有可能他知道了 所以开一次会 小样你检查吧 我们不要指责别人 好 但是我们可以相互揭发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不是 人不可能是完美的 说说自己的不是呢 对其他的同志都是一种坦诚 对党也是一种忠诚 对你自己呢 也是一种负责人的态度 你看 我都会说 我绝对会说 这个你谁都说不知道 所以谁先开始 柯强先开始吧 小本记着啊 小样小样 小样吧 我打折了你的腿 对不起你 他讲到 等小李克强开始 咔咔咔咔 讲到第25个的时候 他说我非常高兴 这个会开得非常好 我们今天开两天这两天的生活会 我跟你说 对过去的六年里是一个绝对的总结 在我们经历了如此 你瞧啊 我的话就讲完了 你说我自我批评了吗 他就这么开会 我都会开 他肯定比我会开 开完了后的就寄了24个人的小本 然后习大大进行了最终的总结 他不是政治局的 他比政治局高 24个人短都攥在他手里了 你说的 所有人在场作证 打死他 放狗 咬死他 这是他的反击 然后他再接着干他那一套 太多人去反对 他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会 他发觉反对者站在共产党身上 两天的干法 把政治局给清查了 最高领导成员们按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 这是他的原话 自己 习近平自己把自己的思想给学了一遍 严格执行了党的集中统一的情况下 都向习近平一一汇报 委员们进行了自我检查 党性分析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蛇彩 他要不死才怪 自己检查了自己对不对 你在党性上给我分析一下 他分析完了就是什么 他对党性不见真 24个人都得这么说 当你不见真的说 那你 为什么不见真 开展批评 你说说张三干嘛 李四干嘛 然后你再说说自己 24个人一个自我批评 两个人说他 一轮 蛇菜 全完了 全撑他 全给他整死 被他习近平整死 这是 这是 所以这是他 应该讲 这是他在2019年 有可能有着更大的发作 习近平更大的举动 既平息对他的不满 又有着更大的举动的一个关键步骤 他有能力解散政治局 啊 当在某种背景下 他会解散 他可以解散政治局 只剩政治局常委 有可能 林荷利 非同寻常 高层 他强迫高层对他表达忠心 承认内部的紧张 内部的紧张 紧张关系 彼此之间的和对习近平 当各个进行自我批评之后 那只能向他忠心了 因为24个人都有错 就他没错 政治局成员做了与习近平利益背道而驰的事和话的话 那就是他的麻烦 呃 低估了川普的决心 很没有料到 会向中方不断施压 增大出口等等 造成严重损失 习近平认为 受到巨大压力 所以在这个两回 在这个时候 他要削弱 习近平的削弱 更使得川普可以利用 瞎掰 这是瞎掰的 我觉得这都是瞎 这都表面了 根本就不是他的核心 不是他的核心 他为什么在跟川普的问题上 我们看到他屡屡失败 他在跟川普对垒的过程中 他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益 在他面对政治局的时候 他代表的是个人的利益 川普打击的是中共政权的利益 中共政权的存活 这就是一个生命理念 作为联合利益 无论他多有名 他没有生命理念 他同样是个无神论者的时候 他就讲的就是这个话 有人说他可能去教堂 那可能吧 去教堂的无神论 他遍地都是 太多了 太多了 法新社 显示习近平缺乏自信 华裔 这是北京的 习近平缺少毛泽东的威望 因此不存在安全感 缺乏自信 他总是害怕有人会造反 那不是害怕不害怕 有人要造反 有人要造反 那可能是真的 这不是害怕的问题 随时会有人造反 这是真的 所以他让自我 让他们进行自我监督 自我检查 自我的 这就是一个挑战 就是要平息有人造反 太多人要造反了 老百姓很多人都要造反 甭说政治局里面了 对不对 造反的概念 很多人造反的概念 是因为他的利益受到伤害 而他的利益是跟共产党 保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 你主要是你在哪个基点上看 高层紧张迹象 还有 这个四中全会没了 所以林克力认为 最高领袖 害怕会上提出很多充满敌意的问题 他根本就不开了 有可能 他现在是一个人取代了中国共产党 他为什么要开那会 他很实在的 需要开的时候 一月份到二月份他开三期 不需要开的时候他全都不开了 他很实用 那你有什么高兴和不高兴 所以林克力讲这些 不是也是按照党的规矩吗 他习近平干的一切 是以党的名誉破坏党的规矩 再给党员利益规矩 可他又不在共产党范围之内 哎 就听 我觉得就听不懂 听不懂的原因就是说 你很多分析的人 他的生命观点 在共产党的生命观点 跟他是一致的 官媒语气改变 原来一直都反畅衰经济 现在承认了经济问题严重 民间形容中国进入经济寒冬 那失业人数飞速增长 所以习近平让充满期待的人们落空 他们的失望有可能转换成绝望 对政权的绝望 对党的一切的绝望 难道不是吗 对现在统治的一切的绝望 难道不是吗 多少大陆人说一句话 你把共产党给我饭吃 大家不要把社会搞乱 多少人说这话 看我节目的人有的是 他的做法 让你知道共产党不会给你饭吃 你说他到底是对的是错了 你说这些分立 这些分析的人 在他把目标冲向习近平时 无形中在保着中共的时候 他是顺天忆还是你天忆啊 周末愉快 感谢朋友们请时到喝咖啡 2018还有三四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